那么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的在上半段会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石化产品带来很多的一个方便性 但是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这些石化产品其实有一些危害人体 甚至它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或者是让气候变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那怎么样能够进行绿色化学 这是非常困难的一里路 我们待会请到资深记者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到底现在这个业界怎么来看待绿色的化学 那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商机 有一些提醒 待会探讨 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请到最爱逛菜市场的杨贤英老师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因为他好不容易从马来西亚回来了 那么就赶快来解救大家 最近都在下雨 他还告诉我说早上他还是要去菜市场逛逛 再来跟我们分享第一手的资讯 所以待会会教我们怎么来进行 这一两个礼拜一个月的一个采买 当然也会有一套菜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 一下下落 好今天的本日之最呢 就是标准普尔啊 他表示了 他说呢 印度将要取代中国 那么在未来几年当中呢 成为亚太主要的成长引擎了 好这标准普尔呢 在预估新的一年 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了 就发现到说 哇印度的一个经济成长率 绝对不能够小看他 甚至他觉得很快 就会成为亚太地区 很重要的成长引擎了 好欢迎欢迎理财 生活通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啊 我们天气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 因为东北季风一波波的来 这个天气变化其实是很大的 那么今天看到的这个天气呢 整个北台湾啊 东部都是湿湿凉凉的天气 那一直到今天都礼拜五了嘛 六日的天气大概是这样子 下礼拜一的话 还是会有一个半天的封面结构 会有机会来通过台湾附近 所以呢 全台湾还是会下雨的 如果你想要比较晴朗干爽的天气 大概要等到下个礼拜三左右了 但是礼拜天到礼拜一的时候 说实在东北季风其实是减弱的 温度有点回升 只是会下雨 所以这几天的天气呢 还是变化很大 特别是早晚 还是会有一些低温的 提醒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衣服的增减 好 另外呢 就是最近大家最关注的新闻 就是年终奖金到底是零几个月 那从这个海运业 去年的一个年终奖金55个月 很多都羡慕死了 那当然今年的焦点要转到航空业了 那航空业大家都会觉得说 今年要有好几个月 现在看到虎航开出第一枪 第一枪 然后呢 他们有讲了 就是说发两个月的奖金 那年终呢 是上看十个月 十个月 那当然他是台湾虎航的董事长 他说呢 不让员工 这个失望 迫不及待的 要公布这个好消息 但主要原因 虽然虎航第三季的营收 是创历史新高的 所以看起来这个业绩不错 对于年终奖金 那么就非常的值得期待 像华航长荣去年年终 待三个月 那今年到底是有多少个月 不但是这个航空业者很期待 这个吃瓜的人 看瓜的人 都会很想要知道的 好陆陆续续 我觉得大家就会开始被轰炸了 那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相对剥夺感 就是说 为什么他这么多 那个行业好好 好 我们就是先看看吧 因为如果公司业绩不错 那当然可以发出比较好的一个奖金 可是呢 这个工作在选择的时候 你也不能够说 哪个工作好 那你想想看 去年有很多人说 你看那个航运业 你有奖金这么高 那我是不是要去考考航运业 那你看你今年去有那么好吗 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还是要看看 每一个行业 是不是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在工作上面 第一个大家找你自己喜欢的 但你喜欢的 还能够赚到钱 这是最开心的 如果你喜欢的赚不到钱 你就做志工 对不对 好 那你赚到钱 但你自己不喜欢 其实你是做不久的 所以能不能找到又喜欢 又能够赚到钱的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好 另外就是美股美股的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了 美股有一个这个尾盘的一个反弹 那么也出现了史上表现最好的11月 11月基本上大家都会认为是比较动荡不安的 特别是在美国有很多的就业数字 或者是财政数字 还有我们昨天讲的就是美国的联准会的官员 每一个官员都爱讲话 那都会造成市场的一个波动 但美股收盘 稻穷是大涨的 大涨520点 S&P500指数也是上涨的 大家都觉得哇 这写下大惊喜了 那当然 我们今天看到台股 目前是下跌的 所以我们待会会在一点半收盘之后 会来分析一下这个台股的一个状况 台股我们都说开始走自己的路了 因为毕竟跟选举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但是你也不能够不关心一下 到底美国的股市到底是怎么样走的 因为还是会有一些牵引的一个效应的 好 另外就是我们来看到主机处有一个统计 408万人的月薪其实是不到4万3的 那贫富的差距又扩大到4.12倍 这是主机处的一个统计 就是最高薪资的10%跟最低薪资的一个10% 这个差距扩大到4.12倍 这是连续两年拉大了 而且还是五年的一个新高 那当然主机处也有讲了 说这跟疫情的冲击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必须有些产业 那么是受到疫情的一个冲击 像内需 他就送到疫情的冲击 可是电子业呢 电子业有这个 这个大家赶快抢库存 有一些这个科技红利 然后有一些加薪或者是奖金了 所以呢也把这个薪水的高低差距拉大了 拉大了 好 这个平均前10%的平均总薪资是126.1万 最低是30.6万 这个扩大的这个急剧有4.12倍 4.12倍 看起来其实是蛮触目惊心的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劳动基金 劳动基金呢 10月份获利回土752亿元了 那么前10月的收益呢 有4000多亿4238亿了 那这个是劳动基金运用级有公布 那因为这三个月 这个有一些回跌 所以呢 整个10月份的获利是回吐的 回吐的 那现在看到收益率还是不错 还不还不错 收益率还是有7.6%了 那这个是要公布一下 定期公布一下 所以大家也不用这个太紧张 就是说哦 怎么会 这个又吐回去了 那股市涨涨跌跌起起伏伏的 那么就会有这些状况了 好 另外就是来看阿金管会有讲了 就是有一些保单责任准备金的一个利率呢 有一些变化 所以明年的保费相对会便宜一点啊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不是因为便宜 你就要立刻去抢进的 这个保险的 这个新闻 我们都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 好一点半了 看看台股的表现 目前是小跌2.7点了 这个 当然还没有收最后一盘 那么到底今天的盘面 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呢 为什么美股涨这么多啊 台股都不用涨 好 我们接下来连线的 就是我们永成投股的分析师 李淑芳 淑芳您好 李淑芳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其实呢 最近的一个台股都表现的还蛮不错 很多人都说该走自己的路了 可是像美股大涨啊 今天看起来就这么的弱 是什么样的原因啊 其实美国股市作为奥穷大涨 但是最慢之数是呈现的下跌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它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强 才会造成台股市在今天是比较弱势的哦 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你觉得盘面要做怎么样的观察 台股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的一个台股市 它大概有几件事情 大家去做一些的留意 也就是说 这个时间点的台股市 它是一个传经店 它在做轮动 我不知道运分有没有发现到 譬如说昨天 升级股有涨吗 升级股只有涨 那个梅张俊 在中国大爆发嘛 什么勤洗手啊 戴口罩的个股 就开始涨 就涨一涨 大家说那你就不能够出去啦 那你就不需要在台湾 那个中国大陆里面玩游戏 今天游戏概念个股就涨 可是我就问大家 说大陆是民主国家 还是共产主义国家 那还是共产国家 他就规定你一天只能 一个礼拜只能玩几个小时 难道会因为没张军说 我开放给你玩了 不可能嘛 所以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自贯他有董监改选 然后一直涨 所以就把他拉动上来 所以他就不是在今天里面 涨停板的加速高达34家 但凭良心讲 这个结构上面有点倾斜 有点投机啦 那今天的升级个股 当然跟整个今天开始有升级展 明天在南港展览会也有 他有一点关系 那你说AI很弱吗 AI没有很弱 在今天里面来讲 即可的个股都在创下的新高 所以我觉得台北股市 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 传经电在轮动的格局 很多的听众朋友 你必须要冷静下来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投资组合呢 七成的电子 要有三成的是在非电子身上 那你要选择的个股呢 就像我们在看天上的 北斗七星一样 你就选择 这个几个族群之中去做一些买进 一个 如果是传产 就是譬如说奥运题材概念个股 选举题材概念个股 选举题材就是分节能 升级跟军工国防 这就是这样子 那电子个股就选择 譬如说IC设计 或是细致材的个股 手机跟NV 这样加起来就刚刚好 不然的话 你在这个时间 每天看这个涨就追那个 明天它又跌了 然后它跌的个股 你就不好了 就隔一天又涨了 这样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目前我刚刚讲的说 这七个次族群 我就是在明年2024年 它是比较明确 它会去做成长的族群 那像看起来就是不上不下的 然后你要看到 明年成长的一个族群 或者看到短线的一个题材 你说短线说生计 长期你可能还是要看看 明年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对于投资人 不是说年底有一些题材 会发酵吗 现在你在发酵 比如说我就问大家 生计股看纳江 我就不相信 整个一个所谓的运风你敢买 或是恒大你敢买吗 我当然不敢 可是你不敢 问题有人抢红包 抢低价 他敢不敢买 他就敢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什么 美德一八块的也涨停板 恒大三十九块的也涨停板 看纳江三十一块的涨停板 然后很多人就搞不清楚 看纳江就有赚钱 千三级三块多 问题那是业外 所以在今天里面 三十四档涨停板 你抓出来看 全部都在六十块钱以下 除了一些游戏软体个股以外 大部分都是在六十块 五十块以下 那就代表台北股是在抢钱 所以第一个 六十块钱以下的个股 你就自己去看 如果譬如说PCB有人一直涨一直涨 你就去买PCB低价的 像今天要的话就上来 生计个股里面有人涨 那你就去买生计个股低价的 那IC设计个股 有人开始一直涨一直涨 你就买IC设计个股低价的 但是有赚赶快跑 这是我的一个逻辑 红包我就不相信 有人会给你包一百万的红包 除非你是非常大的一个财团 那我就没办法讲 不敢划给你一万块 你就该高兴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低价个股 就抢个红包就跑 那穿闪个股 有人在问说 那散装轮都不OK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现在里面低基期的 大概就是譬如说钢铁跟散装 还有一些原物料个股 因为败习会之后 其实原物料都已经落底了 只是还没有需求而已 如果你真的很会等 那就是说你可以拿一两年的时间来等 那就是这个吃的 像食品个股 或是散装轮里面是叫铁矿杀 就是钢铁个股 或是散装轮的个股里面来讲 买黑 那听听说买黑的时候 那这个卖红 我觉得也是一种可以操作的逻辑 但是以目前为人气最鼎盛的 应该还是来具IC设计 AI车用的部分里面来讲话 目前看起来人气上面还是最高 对可是只是说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我觉得大家要观察到的是台币 它后续升值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台币如果再增就挂了 真的吗 因为我说今天是贬了一角四 我先跟大家讲原因 你知道台积电法说是1比32去估营收的 现在就算欠在贬值 贬了一角四 也是31.4左右 这样的话的过程之中 两个percent的毛利率就不见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最近IC设计气质材特别强 就是因为他们毛利率高 如果你选择组装类的 毛利率只有10%以下的 扣掉两三% 你第四季可能会亏损 所以我觉得在最近里面 大家一定要选高毛利的公司 取代低毛利的公司 会非常的重要 很两难 我觉得台币升那就是表示 那个外资持续在买 对不对 但是又担心科技股 我觉得也不是 我觉得只要是台湾导国经济外销的 都是收美金 那我刚才就讲说 那你就选择内需 我刚才也讲食品 食品一种就大部分都收台币 可是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这个时间跌里面来讲 你本来就是两难 像第三季台币贬值 台股一直跌 可是出来的财报就是好 你现在台币一直升值 外资真的要站在买方吗 我告诉听众朋友 他并没有 他是在套利 他在套你的汇差 你看他期货 那个卖超 那个现货就买超 现货买超 期货就卖超 这个就是在套利 我觉得还是内资的力量 所以我刚才讲低价的 IC设计的 细致材的 车用的 AI的 应该是在目前 比较内资 愿意去买的 就是你看OTC 最近是创新高了 所以中小型的个股会好一点 好好 非常谢谢我们永存投顾的分析师 李淑芳 谢谢 谢谢 我们看到加权股价指数已经收盘了 小涨4.5点收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欢迎回来理财 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跟大家来聊聊绿色化学 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实化产业怎么可能会绿色 可是如果你现在不绿色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 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 生存的一个关键点上面了 那今天呢 很开心请到老朋友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聊聊这个新议题 可他告诉我 这不是新议题 这已经很久了 好 那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个议题 欢迎向我们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 孙荣平 荣平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 我都觉得说 那个实化产业 也说实在带来我们生活上的 无比的一个便利性 你说你现在所看到的 都跟实化产业 对没错 桌子椅子 什么其实你看到 都跟它是有关的 可是说实在的 大家也知道说 实化产业应该是蛮毒的 或者是 对不对 对 它其实是有一些 隐藏的一些问题的 那怎么样能够达到绿色化学 你说早就有准则出来了 对 其实 我是因为今年10月正好是石油危机50年 所以我才在找说没有什么绿色的议题 就发现说原来有这个绿色化学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它真的很久 1998年的时候就有一本书 这是美国两位学者写的 它的名字就叫绿色化学 然后其实它有里面有提到12项原则 很多啊 大家可以去买杂志来看 里面讲什么 比如说什么防止废物啦 比如说使用可再生的原料啦 或者是设计更安全的化合物和产物啦 这些现在听起来好像都理所当然 可是它其实已经在1998年 它就已经提出了这样子的原则 那但是 其实说实在的 我觉得啦 大家都知道环保很重要 可是那个垃圾 那个什么塑胶袋 很方便啦 就我拿了 我用一次就丢 其实塑胶袋没有不好 它非常的便宜 制造非常便宜 可是它又 它其实如果你一直用的话 它其实是环保的 但是就是因为你一直 你一直用 你用一次就丢掉 用一次就丢掉 所以造成了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呢 可是那个时候 其实它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原则 只是说 大家都因为方便 然后没有人来管嘛 就是说 而且又比较贵 如果你要 你要环保 就像我们什么有机的东西 它一定比较贵 那比较贵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那我贵的又卖不出去 所以厂商就不会生产 所以其实这个原则 可是大家其实说实在的 都不太会去实施 但是你讲到 就是说 如果要环保的话 那大家有这个概念 可能不会去做 可是起码有概念 可是我们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化学东西都很毒 什么涂料会致癌 对 那这个也有解方吗 有有有 就是化学 其实说实在 其实需要一点时间 就是你需要去 不断的去试说 什么加什么才不会毒 而且有毒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过了很久 我们才知道 譬如说像铁活龙的锅 对 其实是后来才 大家才比较不敢用 可是当初出来的时候 大家还是用得很开心 就是不会粘锅 很好用 然后后来就觉得很紧张 说原来它是有涂料的 那如果说涂料 你刮到 你赶快 赶快 对 那譬如说像Gortex 它的那个 那个合成的 其实也可能是 有可能会致癌 有可能 但是其实这个 其实你要证明致癌之前 其实也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就是这个 需要时间 这段时间 那厂商就赶快赚嘛 但没有没有 其实有良心的厂商 其实他们就一直在 开始寻求不同的解方 其实就是 因为化学 我不是很擅长 可能就是说 A加B 可能它变成什么什么 那他们其实是 有有办法去解决 或者是说 因为化合物 可能是来自于石化原料 他们就想办法 比如说我的原料 是来自植物 生殖能这样子的 就是说你去寻求 这样的解方 其实是有解 可是说 我不能讲完全都有解 有些就是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去慢慢的 去找出解方 就是要一步一步来 这样子 但是大家真的要推动 因为我觉得 越来这几年当中 我觉得大家认为 它是完真的 之前只是喊一喊 不管从气候变迁 或者看到说排碳 到净灵排碳 然后我发现 各行各业都在做 你说水泥业也在做 然后现在又看到 你的报道就是 哇这个石化业 这个化学产业也在做了 像在开始做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欧洲最最开始 基本上欧洲都是 跑在最前面 他们是最有环保意识的 那其实说实在的 我们还是可能 比较代工的倾向吧 所以就是说 我还是比较讲求利润 所以如果我要花很多 研发成本的话 我可能就会 我就可能就有点考虑 可是问题是 现在是你不做不行的 就像大家很熟悉的 其实现在COP28 真的开会嘛 但是那个其实 他已经开会开了很多年了 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很具体的 可以推动大家的力量 因为就是看 大家的自由行政 就是说 你要对世界有贡献 你要减让这个温度上升在1.5 2度之内这样 可是这个其实就只是 循循善诱这样 你一定要 就是通常嘛 不是给 就是给 就是给萝卜 是给 就是给鞭子 就是说 你可能会需要一些罚则的话 大家就会马上往前进 就像譬如说 苹果供应链 或者是 Nike之类的 他们的供应链要求 你必须是 环保的 你必须是无毒的 例如像这样子的要求 你的供应链就会觉得说 那我如果 不做到这个的话 我就会没有生意了 或是说 现在很流行 就是大家在讲那个CBAM 今年10月1号开始实行 但是以后 就会实施了嘛 那就是说 你以后会没有生意 可以做了 那你就逼得 你不得不去改变 这才是最近 就可能这几年来 就是比较流行的原因 不然其实这个 大家都知道已经很久了嘛 口号大家喊很久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 欧洲真的是如火如荼 就是进行起来了 而且就是 反正大国就立下规矩了嘛 然后大厂也开始立下一些规矩了 那大家都只能够照着做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已经是确实的了 那你就要看各个产业 对 有没有在做了 可是当然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那做这个一定要花钱了 对 改善我一定要花钱啊 我请人我怎么样 机器我一定要花钱的 对对 这对场上来讲 我觉得负担其实有点 对负担重 但是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个机会嘛 其实台湾人一直是很厉害的 那我先讲一个就是外国的例子 其实就是说 你因为真的要花钱 那所以就是大家一起来合作嘛 譬如说我看到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荷兰有个造船厂 加上一个涂料的公司 再加上加上那个电子厂 那个菲利浦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就是因为以前你如果造船的话 你你可能下面要涂一些那种涂料 避免那个有些微生物会附着在船身 你附着在船身上的话 你那个航行就会有阻力 你就会很耗油 那所以就是大家都会涂那个涂料嘛 可是那个涂料可能会影响海洋 那个海水会污染这样 会污染 对 所以他们就想出了办法 就是说他们用了一个就是 在船身装上UVLED灯 所以是用到菲利浦 就等一下 好我们要跟我们财信双周刊的资深记者 孙荣平来谈一谈 就刚刚就讲到就是 要造船嘛 对不对 然后造船之后 那个船身要涂料嘛 因为万一有那个 就是把你咬掉吃掉了 或者是有什么细菌把你弄了 腐秀了 对 就是说你那个船身 如果你涂一些那个涂料的话 它比较不会有那些生物附着上来 然后越来越多的话 你的船就会越走越慢 然后你就会需要很多的燃料 所以他们就想出个办法 就是结合了这个 这三家厂商的智慧 就是菲利浦嘛 所以他就开发了这个UV的 LED灯 它本身就可以抗菌杀菌 哦 就可以让这些细菌 就不会上来 对就不会上来 所以 所以就是这个涂料厂商 加上造船厂 加上这个电子大厂 他们合作 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 可能大家就集思广益嘛 然后就贡献自己的智慧 那例如说像 我们知道欧洲是可能比较环保的 比如说像那个IKEA 反正就是IKEA 那个他们就是也要 也要环保 他们用的胶呢 也是必须是 是无毒的 或者是说 对或者是说要这个 探足机要比较少的 那所以他们也是跟一些 新创企业合作 所以我就觉得说 就是好 新创企业他有想法 可是没有钱 那大厂呢 他想要这些产品 可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合作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关于 如果没有钱的话 怎么办 而且说实在的 你就说这种石化产业 有人说有没有替代性 就很难 我讲真的啊 而且我们的生活 连我们的衣服 你不要说了 你眼睛闭起来 想到你所有的都跟石化产业 上中下游 有很紧密的一个关联性 所以我才会很关注 就是说整个石化产业 如果到底要怎么样绿色 对 怎么样绿色 我觉得是一个关键 这次我发现 你们也采访很多家公司 对不对 那他们有开始花钱了吗 或者是有一些成效了吗 对 其实一定有 只是成效真的可能要很久 那他们都不会紧张 我怎么对大股东交代 我怎么对小股东交代 所以他可能必须是说 有一个是赚钱的部门 然后去养那个 那个前景看好的部门 可能大部分都需要这样 不然真的不太可能说 我只有一个部门 然后就是一直花钱 绝对不可能的 我觉得会有振动器 对 振动器就看 可能要无痛分娩 有的振动会很久 就像我有去访永光 永光化学工业嘛 那所以他 那个创办人 他就有说 因为其实他们是以染料起家的 那染料应该是说 就是那时候获利还不错啦 可是那个创办人 他就很有远见 他就说他要向高科技挑战 他要对社会有贡献 哇真的 因为你说染料 我就想到水 对 对不对 他水一定会用很多 对 对对 而且那个水就看起来就是 我们有时候 以前会看到的新闻 就是那个整个河川 都是红的啦 什么的 就觉得很 就觉得不太好 虽然他不一定有毒 其实就是说 有颜色的不一定有毒 没颜色的不一定就无毒 这样 但是你看到那个红色 还是觉得 就心里有个特大 对 但他们就有开发出那种 就是你染了 因为其实 如果你要染色的话 其实你那个水 其实还要加温 所以在 然后再让那个染料 颜色能够上去 对对 你吃到布里面去 那他们就开发种染料 就是说你 你其实是不太需要煮 这个我要用念的 因为这个化学的有点难 它的方式就是说 把棉布用一个 阳离子的注迹来处理以后 然后让棉布 充满了阳离子的电荷 所以它的阴离子的染料 就可以全部吸附到棉布上 所以水中就不会有 多余的染料 所以你染完以后 那个水还是轻轻的 我们刚讲了嘛 就是说你染料 然后染完 也许没有毒了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看到颜色 这黄的绿的 白的红的 你会怕嘛 对不对 我就是觉得 那个颜色看也就是怪怪的 所以我们对于化学有关 但你有没有毒 我们看到颜色就觉得怪 对 那所以它这样就是说 那个水就还是水 然后那个水可以继续用来 染下一块布 那这个水里面 就没有化学品的残留了 染剂全部都在布上面 而且那个应该也不是化学 就是不是 是无毒的啦 这样 所以就是说 它这样可以节省 那个烧水的那个燃料 然后也可以让这个水 可以再继续使用 像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蛮有 对人类社会是有益的发明啦 我觉得蛮不容易 因为这家公司 也算是一个老公司啦 他们已经51年了 对吧 对 一开始他们也是染剂起家嘛 但是他们也知道说 染剂 染料啦 染料可能对人体不是很好 然后其实那时候 也是开始慢慢的在进嘛 所以他们就一直在 不断的在追求技术的进步这样子 对 那但是那个创办人有说 像他们其实后来也有 这个开发一些 就是什么 其实特化产品啦 什么他也说 有的那个 一二十年才赚钱这样子 所以其实那是一个漫长的路啦 但是就是他们是没有放弃 而且他们就是 要求自己就是研发费用是占 营业额大概是四%左右 就是一定有一定的成本在上 那这会影响到他的营收 或者是EPS吗 但他们都是有赚钱的啦 就是他们应该是 就是有的部门是赚钱 然后有的是可能还就是 其实现在应该是都有赚钱 只是说多少的问题而已 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 刚讲过了嘛 症痛期还是必须要去经历的嘛 你迟早得经历 对 你不经历的话 以后你可能也接不到单子 重点就是没有单子了 你自己有做 那别人就是没有 他就是自己 他就是会被淘汰啊 以前你可能就是说像台湾 不是台湾 就是说有些企业 他可能就是在开发中国家 就一直退退退 就是退到 没有环保规定的国家 那你就是看你退到哪里 退到什么时候嘛 对就一直换换地方嘛 换国家嘛 总是有一些国家 对不对 对对对 开发中的国家 他可能就是把鬼 比较松一点 对对对对对 那你看你是要到非洲吗 还是去哪里 我不知道 但是 跟你总有一天 对对 如果你企业要永续的话 对而且你就应该赶快 现在趁这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商机 那我觉得最好玩的一点 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 那个染剂或者是 但他后来也打入 那个半导体供应链 这怎么回事啊 其实有打入半导体供应链 可是必须说实话 就是说半导体这件事情 他真的是需要 99.999% 那个纯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其实要做到 完全的 譬如说无毒或是环保 其实是真的有一点难度 但是大家都还是在试 就像台积电不是说 他自己的水也是用 一滴水要用好几次 对对对 就是大家其实都有 在想办法在做 然后其实就是在找解放啦 对但是但是永光化学 因为他就是不断的 往上挑战 所以他们也就是去去挑战 才打进半导体的供应链 他的涂料嘛 对不对 应该不是 应该是那个什么 光阻剂之类的东西 他这个涂料其实是 它是紫外光的吸收剂 它是紫外光的吸收剂 放在涂料里面 他自己没有生产涂料 他是把这个放进涂料里呢 可以让这个涂料 就是永保如新 就是可能 或许本来两三年 他可能就要 必须要重新烤漆 就是比如说汽车 但他可能现在 可能可以延迟到 五六年之类的 对 他是做这个紫外光的吸收剂 我看你是说 他用在那个 东京的那个晴空塔 涂料 它的 紫外光的吸收剂 放在涂料里 然后涂料是涂在 晴空塔外面 哇 那也是骄傲嘛 是是是 对不对 那个晴空塔 如果你去这个 东京的话 你一定可以看得到的 对对对 对那它的涂料 那就不会有那个 受到什么 气候的影响 烈化的速度比较 对你还要洗洗刷刷 这这么高 怎么去洗洗刷刷 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们这个 其实真的是台湾的骄傲 没有错 我之前也没有想到过 的确是台湾的骄傲 台湾都没有那个 它这个应该 或许有 只是有时候可能客户 也不一定愿意讲 之类的 因为它是 参在别人的涂料里 有的时候 这个我就不太 不确定 他们愿不愿意公布 对对 因为我觉得 当然做这个 排碳减碳 又或者是说 做这种绿色 绿色的维护 希望是永续 大家在 一开始的时候 都会半信半疑 然后呢 都会觉得说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就可能要开会 然后开会就会确定 就是说 那不做不行啦 国外订单 就是这样子的规定啦 你不做就不行了 对 然后就开始要去 投资一些 设备 然后人才 然后来做一些 精进跟优化 跟改变 然后改变之后 其实我觉得 是一个好的发展 对 以前就是说 你要说服财务长 那就是一个难题 不是说服老板 是说服财务长 对对 老板或许有心要说 但财务长就会说 那你这个会赚钱吗 什么时候赚钱 赚多少钱 你这个真的很难说服 其实我就 访问一个专家 他就说 其实很多企业 遇到的是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比较好讲 现在就是说 你不做就没有生意了 那就好吧 都得做了 不是说服那个老板 是说服财务长 我们待会还有案例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 这里上来radio 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 理财收获通 第一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我们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 孙荣平 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绿色的化学 大家都会知道 石化的产品很重要 但石化产品 很多人都说 很毒 要小心 会致癌 那在全球都在绿色 环保的一个压力之下 它怎么减少排碳 它怎么样能够 去做一个转型 我觉得是我们 要关心的一个焦点 那接下来就要请 这个荣平跟大家聊聊 就你刚刚讲过了 很多的一个案例了 就是船要怎么造 然后还有荷兰怎么做 对不对 然后有讲到那个 永光化学要怎么做 那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胶水 对 有听说有三秒胶 对对对 那真的很会粘 那以前我粘到手 天哪都打不开耶 很恐怖耶 那三秒胶很可怕 我也不懂化学 如果懂化学的话 或许就会知道 怎么让它打开来 就是能聚能散 让它能分能合这样 对 哪知道什么 阴离子 什么什么压力子 你跟它讲 然后那些小孩在那边哭 在那边叫 我们也没办法 谁叫你要玩 对不对 对对对 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 怎么做 我还是不知道 怎么分开 我下次帮你问问 看那个德渊 他们要怎么做 那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很多都需要胶 去把它融在一起 对 其实我那时候 去访德院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个就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那个展示间 要放一个高尔夫球杆 你们是很爱打球吗 他说没有 你看那个高尔夫球杆的 那个杆跟那个头 其实它是要黏在一起 而且它要黏得非常老 因为不然你这样打一打 万一那个杆就飞出去了 对 所以那个杆其实是一个血温 那个杆很重要 那可是旁边放的是尿布 我说尿布跟你们也有关系 他说有啊尿布 我可以想象是尿布 它那个腰的地方 对 可是没有 其实它那里面 下面的什么导流层啊 什么吸收层啊 那边其实也都是胶 还有你就是那个 那个腿的那个地方 其实也是胶嘛 就是很多地方都有用到胶 它有个束带那样子 对不对 把我们腿那边稍微束一下 所以就是 我在好多地方都用到胶 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 这样 那比如说像那个宝特瓶 宝特瓶跟你们有关系 宝特瓶有胶 宝特瓶有 宝特瓶它的那个外 那个贴标签的那个 那个我们要知道 是什么公司的嘛 对宝特瓶外面 会有一个标签的那个 所以也要用胶来粘合 那比如说很小的地方 像我们的那个利乐包的 后面不是有贴一个吸管吗 那个吸管上面也要放胶啊 对对 那个最容易看到 那就一图哦 然后黏在上面 那个全部都是 他们都有在做 就是真的是 无所不在 我真的那时候 第一个感想就是 无所不在这样子 那其实德渊 他们其实最有名的产品 是三秒胶 而且三秒胶 这个名词是他们有去注册的 我们通常只能叫瞬间胶 不能叫三秒胶 就如果看到三秒胶 这三个字 应该就是他们加的 但是瞬间胶也是 也是一样的东西 一样东西 只是这个名称 名称 三秒胶是他们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 这蛮有趣 这蛮有趣的 这好黏哦 立刻黏 对对 好我记得要去问他们 怎么分开 我应该度过了 不过如果有小孩 你应该对他千万小心 对对对 要用照片割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然后就是说 他们 其实他们应该是说 一直都是在做 环保的产品 是因为我们小时候 不是我们听说过 有人去什么 吸食强力胶 因为其实那个是 挥发性的物质 对健康有害的 所以他们其实最早 是做那个热溶胶 热溶胶基本上 它就是 它没有含溶剂 它就可以溶溶 所以它就是 本身就是环保无毒的 所以在这个 它是无毒的 它就不会让你说 什么吸食强力胶 没不可能吸食强力胶 没有听说 对对对对 但只是说他们也当然 也在不断的进化 虽然是热溶胶是无毒 可是他们也在想说 因为这个热溶胶的 那个来源还是石化产品 对对 他们也在想 所以他们就开发出了 这种来自生物的 植物的这种叫做 生物可分解的接着剂剂 就是他们开发了 全球第一只生物机 而且是可以堆肥的 感压热龙胶 可以堆肥的 可以堆肥 其实这件事情 也蛮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说 循环再利用是最好的 可是你想说 如果我的尿布 已经吸饱了尿 尿布 我怎么循环 我怎么再利用 我不可能利用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 如果它可以堆肥的话 就是把它埋起来 是最好的 因为你烧又不太可能烧 不是不能烧 只是说它会体积很大 而且它可能里面 是充满了液体 你可能不太好烧 所以这时候 如果是堆肥的话 是比较好的处理 它能不能溶解 但是你就是一堆尿 就是有些做法 是有它的极限 所以可能堆肥 也是一个蛮重要的 植物堆肥 不是也有尿液 什么的 它就会分解 就是在土里 在土里面 你不会在 可能一瓶子的 我想像那个画面 觉得有点恶心 反正他们就是有开发出 像这样子的胶 就可以堆肥的 这样子 那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他们有做这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宝特瓶 就宝特瓶 通常我们丢掉的时候 我们就 我们还觉得 我们自己分类的很好 就是丢在宝特瓶 我有压扁 有压扁 但是你的胶有撕下来吗 没啊 对 这样其实就会影响到 它的回收 是哦 对就是说 理论上它的那个 标准的回收流程 是先分类嘛 然后压命很好 压命以后 然后它会破碎 再清洗 然后溶溶以后再 重新制作 可是如果你的瓶身 那个瓶身 我们通常就是 水杯外面会贴了 比如说这是 矿泉水或什么的 一定会有那个的话 它其实在清洗的过程中 如果它的标签 跟它那个胶 除得不够干净的话 其实就会影响到 它再利用的效率 它的效率不好的话 可能就 可能就必须要降阶 可能只能仿杀 或做一些更低阶的应用 这样 那可是像 特瓶的它的产品 就是说它这个 它这个 它开发出 温碱水贴标热绒胶 就是说它三分钟 就可以把这个 标签跟年胶 给去除掉 一般大概都要十分钟 所以你剩下 多了这七分钟 就可以节省到那个水 你可能要去清洗 或者是去 让它脱标的这个水 有标签真的很麻烦 都要泡水泡了半天 才能慢慢把它抠掉 对 你就可以节省水 还有就是说 就是那个 你可能它要热水 那你还要去烧 所以你就是能源 以前我们有指甲油的时候 就会用一个 去光水有没有 那个是可以把它去掉的 但你现在没擦指甲油 也没去光水 对 那就要泡水 泡个十分钟 对 那它就是开发出 三分钟 而且用温水的 就可以把它 那个整个脱掉 这样就可以让这个 宝特瓶的回收效率更高 说不定它就可以 直接再做成宝特瓶 它的回收价值会更高 那这样子或许 因为它很好撕 或许我们也愿意 就是把它撕掉以后 再丢掉 因为以前很难撕 它撕不敢 算了就丢掉 所以其实这也是让 大家会愿意 做环保的一个方法 也坦白讲 我觉得现在 我们环保意识蛮高的 我们消费者都愿意 随手就是去做一下 那个环保 你看以前我也是把那个 有没有 就是我们的纸杯 我认为装咖啡 我认为是纸杯 我就会丢在纸内 被阿姨骂 他说这不是 你要丢垃圾 我说为什么 他说里面有几层 那个磨 那个磨就是塑胶磨 其实我听过 不止一位专家告诉我 说台湾的垃圾分类 其实做得好 他说台湾人 其实意识 很有这样的意识 其实台湾人 真的要给自己拍拍手 他说像美国 欧美可能 欧洲不一样 但是美国可能就 因为很随性 就要懒得分 就这样直接丢 他说其实台湾要做 环保分类 其实是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还蛮骄傲的 这几年来其实大家进步很多 对啊你要去社区 问哪一个阿姨 哪一个 他都可以告诉你的很清楚 然后你要去做 那个倒垃圾的 他也跟你讲很清楚 你知道 丢出来会被骂 对丢出来会被骂 对你要回收啊什么的 你都要搞清楚啊 那个保利人不能放在这里 对 那个不是垃圾 那个不是回收的 我就懂懂懂懂 所以看起来 德渊这样做之后 他也就让消费者 比较容易随手处理一下 然后他自己也改善 他的制程 所以他也走上绿色化学了 对 对那 而且他们就是说 他们也发现说 他们当然资本额稍微小一点 他们也是希望说 大家能够一起来合作 其实我昨天才去参加 他们有一个这个平台 就是叫绿色材料策略合作平台 就希望大家一起来 就是说 或许我有 我有需求 或许我有某个解方 但是我可能就是希望 大家一起来合作 可以做得更好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这是就像 您刚有提到 就是要花很花钱怎么办 但其实他们公司 虽然没有那么大 但是他们也是 至少维持了3%以上的 这个研发成本 哦 这种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可是如果大家想方设法的话 或许就可以不要太多的远路 然后会走得更好一点 好 我们今天了解一下 什么叫绿色的这个化学 要怎么样来做一个演进 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的 孙荣平 谢荣平 谢谢 谢谢